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28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台北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是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休市一天 那台北股市呢连续两天早盘都是开个高盘 想要来做反弹 今天指数是小涨14点来开出 一度涨27点 不过今天的盘式跟昨天有点类似 后面都出现一个攻击力道不足 买盘缩手的情况 所以大盘指数接下来都在这地方拉回做震荡整理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尾盘是这个所谓MSCI 季度调整的生肖日 所以每年到了这一天 这个应该讲每三个月来到了这一天 尾盘常常就有个巨量甩尾的状况 今天最后一笔爆出了774亿的大量 那今天成交量本来这个预估只有800亿左右 其实如果扣掉这个尾盘的量 今天的成交量大概就在800亿左右 不过因为尾盘的这一笔774亿的量 而且是一个空方量压低下来 让指数收盘反而是翻黑跌21点 也让大盘的量增加到1523亿 好那指数的部分 反弹个人这个连续两天都是早盘反弹 后继无力 到底有没有机会继续的往上来做攻击呢 好县荣老师今天一开始就来跟他谈谈大盘的部分 那还记得在5月3号 那时候指数涨到11097高点 看起来大盘在二度嘎空 再创新高的时候 我曾经特别在那时候提醒大家 这时候这地方量大盘指数过高 来到11097了量没有过高 而5日均量又跌破10日均量 出现量的趋势在转弱的迹象 加上台积电 鸿海 大力光 三大龙头股以及电子指数 都没有能够去突破前波的高点 所以呢当时特别提醒 如果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大盘指数在这里已经都有出现 高档转弱讯号 那再加上整个大盘的一个盘面结构 当时还特别提醒 指数看起来好像还在持续嘎空还在涨 可是会发现大户真的就越做越短 所以长线的大户都已经退场了 剩下的什么 剩下都是一些短线大户 在做隔日冲的 所谓的隔日冲就是股票拉个一两根 敞户以为这个在转强就跑去追 其实如果不追还没事 但是一追大户马上就出货 出完货你会看到那些股票 涨个一两天你跑去追 赚没几毛马上就反手跌下来 然后呢就让很多投资人又套牢在里面了 那我说到最后散户一追就套 一追就套 到最后这样散户会变成满手套牢的状况出现 等到散户都满手套牢的时候 小心那到时候大户再拉 也没人要追没人要追大户出不了货 未来也不敢再出这个拉了 对不对 这个行情就要怎样就要反转下来了 这是当时5月3号特别提醒大家的 那结果呢5月3号在哪里 来各位投资者看到就是在这一天 指数涨到11097高点 接下来反而是急速的拉回 到这个上个礼拜最低已经跌到多少 10289租租回跌了800点的幅度了 好那接下来呢 那上个礼拜当大盘指数跌到10289的时候 连跌三周跌了800点 还记得我也说过 观察到台积电跟台币 在上个礼拜五都有暂时直跌或是直扁的现象 虽然我说这个礼拜的台股短线是有机会做反弹的 那结果呢 昨天早盘反弹是涨个三十几点 今天早盘又反弹又涨个27点 但是都后继无力 我也上个礼拜也说过 如果大盘要有比较强的攻击力道 多方攻击量要有1200亿出来 那显然这两天 除了今天是因为MSCI季度调整 尾盘那个甩尾也不算 否则今天盘中成交量只有800多亿 昨天也只有这个900多亿 这种攻击力道不足 当然你要期待大盘有一个强力的攻势 很难 那接下来的行情呢 关键继续来看 还是在于我说的 第一个台币 第二个台积电 那台币的部分呢 这两天的一个贬势来看的话 倒是已经有稍微这个 稳住正脚的状况 没有继续的往上贬 昨天是首度的一个回升 今天早盘一度也回升 这地方在这个中午的时候 一度也往下 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候 又往上又再度呈现一个 走扁的一个态势出来 不过这两天来看 收盘已经收复了31.5的大关 台币的部分 至少暂时有时稳 那这代表什么 外资这一波 已经连续卖超台北股市 14天了 那目前来看 当然外资今天还在继续卖 但是卖压已经有逐渐 在减弱的一个迹象 那接下来的关键 就在一档股票了 谁当然也就是龙头的台积电 那台积电这两天 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他这地方出面表示说 还会继续对华为来做出货 而且公司的财务长 也跟大家说 下半年的展望 强劲成长 这个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看起来很好 大家都受到华为的冲击 只有台积电说影响不大 这还说下半年的强劲成长 看法不变 可是这时候 我常常提醒 消息面 重点不是在利多还是利空 因为如果你看到利多买股票 常常会高档被出货 看到利空去卖股票 常常股票在低档被洗走了 对不对 那重点都是在观察 背后大户的思维 以及技术面在未来会怎么说 那这时候去观察台积电 来注意到最近这个地方 它的融资在这一波拉回的时候 开始融资于大幅度增加 那这代表什么 很多人之前不想买台积电的 一跌下来反而再买 那很多散户现在再买的时候 反而股价不跌 这个跌就算了 当大盘指数这两天 在利守这一条 这条什么半年线 大盘还守在半年线之上 居然台积电的股价 已经领先大盘 跌破半年线 融资于而大增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的股价 居然比大盘还得来的弱 那再加上月线跟季线 这里出现了个死亡交叉 那这当中代表什么 我只能够说 从技术面上来看要小心 台积电下半年的业绩 从技术面上来看 告诉我们恐怕可能会不如预期 因为股价来看 或许在跌升之后会有个反弹 因为就技术面 月线跟季线当他死亡交叉的时候 乖离过大会有个反弹机会 但是未来弹上去 如果过不了月线季线 未来还会再杀一波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万一台积电 弹上去不能转强又杀一波 那大盘会怎么走 大家就应该心里有一扒尺了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短线大盘或许有反弹机会 但是中长期长线转空危机 仍然没有化解 因为大盘的周军量 已经出现二月份以来 首度的转弱的一个走势 嘎空力道也已经消失 外资还在持续撤离 所以目前的操作 还是建立搭加 这个部分 波段的部分呢 我们仍然不急的出手 虽然短线看起来有反弹机会 但是不贸然的去做强反弹 那仍然以快打当冲作战 来做一个主要的操作策略 发挥盘中盘手盘后空手的一个方式 盘中我们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 这样不敢说没有风险 但至少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 然后重点是能够用最小的风险 来发挥巨沙成塔效果 让你没有太大的负担 操作轻轻松松之下 又能够去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说这才是这个阶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跟赚钱方法 那为什么要再三提醒大家 其实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说 其实如果信隆老师 是像其他投雇老师一样 为了做生意的话 我解盘 可能很多投雇老师都这样 为了做生意 行情只要上涨 当然会告诉你 这个还会继续涨 这就是多头 不买股票 你就赚不到钱 那行情一跌呢 也告诉你不用怕 拉回找买点 反正天天都在叫你买 对不对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说要为了自己 做做一点生意 散户想要这地方找老师 总是想要买股票 对不对 这样的确是可以做到 多一点的生意 然后看到什么涨 被动原件涨 就来含被动原件 散户想要买什么 就来含买什么 对不对 这样到最后 这些人 这些投雇老师 或许多赚了一点业绩 可是你会发现 到最后 都是害了一堆投资人 买在最高档 被动原件 一千多块的国具 对不对 细晶圆 六百多块的环球晶 不就是那些投雇老师 在最热的时候 还叫告诉你 不用怕继续买 结果害了一堆投资人 套在高档 那如果说 这样子能够多收一点业绩 可是害了一堆投资人 套在高档 我只能说 这种事 县荣老师真的做不出来 所以县荣老师 为了保护会员朋友 你会看到我的分析 永远是以客户 以这个会员朋友的一个 这个保护好会员朋友 当作第一要务 所以其实去年 当大盘涨到 11261 11270高点的时候 就再三提醒投资朋友 中长线转空危机 人未化解 记得在这里要多保留现金 好保护好会员朋友 再用当冲的方式 来累积财富 后来大盘在去年 这样子两波千点的一个下沙 一波跌了1000点 一波跌了1800点 县荣老师会员 在这两波下沙的过程当中 不但没有受伤 反而还能够利用当冲 来累积财富 那这个部分 当然县荣老师 还会继续努力下去 利用快打当冲的方式 来继续帮会员朋友 掌握赚钱机会 因为快打当冲是这样 我们盘中满手都没有关系 不用去担心错市行情 行情大家都想要赚 这个股市 大家进场就是想要赚钱 对不对 我们不用去担心错市行情 盘中满手都没关系 但是有赚没赚 盘后我们都保持空手 这样就不用去害怕 美国股市 一下子大涨 一下子大跌 这样才能够有生活品质 早上跟着县荣老师 掌握赚钱机会 下午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晚上睡觉又睡得安安安稳稳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那快进快出之下 每天受到大盘趋势 影响又非常的低 这个操作又灵活 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风险又低 因为我们盘后都是空手的 所以不会股票放在那里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变成了长期套牢 也不用担心放空 哎呀接下来 融券会不会这个大增 会不会被主力锁定给嘎空 会不会融券要强制回补 被嘎到 都不会 那资金又可以灵活运用 钱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回来 重点是天天都得 掌握赚钱机会之下 还是能够快速的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这才是这个阶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很多人也在问说 那当冲 是不是每天要这样 冲来冲去几十趟啊 各位投资朋友 我要强调 那别人怎么冲 我不知道 或许有些人 就是每天追高杀低 赚个一两毛就跑 但是县荣老师强调 我们的当冲不是这样 县荣老师的当冲 每天是按照SOP来的 所谓的SOP 你会看到县荣老师 每天第一步 先来观察盘式绝构 观察今天适合做短多 先买还是适合做短空 先卖 那再从一千多档股票里头 选出符合条件的个股 先买要买谁 先卖要卖谁 那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后呢 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 一定当天出 绝对不凹单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稳扎稳打 这个地方 不能够说天天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可是至少长期下来 稳扎稳打 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赢家 来累积财富 那就像今天 县荣老师给会员朋友的操作 每天盘式第一步 决定多空 那今天九点半的时候 先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的盘式 在美股周一 阵亡将士纪念日 休市 那小稻穹期 今天是上涨了 早盘涨了50点左右 带动了台北股市 开平高涨个14点 但今天看指数开高 开盘呢 是一个空方量 不过量也不算很大 只有55亿左右 所以呢 预估量今天是一个急缩 大概只有800亿 当然这个没有算到 MSCI的一个季度调整 那指数早盘 这个期指早盘 涨幅劣低于现货 代表今天盘式 今天攻击量也不足 也没有什么强势带动的 一个这个期指 这个转强的讯号出来 因此研判 大盘就是一个开平高之后 量缩震荡的格局 各股各自表现 对不对 那你来看看今天是不是 开平高之后 就是量缩 然后霞浮震荡 所以今天盘式 都符合县荣老师的规划 那这种状况之下 那攻击力道不足 去买这个所谓的 做短多强短 原则上我都不会建议 因为那反而都风险比较大 那今天 现龙老师锁定的标的 仍然在华兴科 早盘开高 手盘是个空方量 一度拉高又后继无力 有大户在拉高出货迹象 所以加上短线动能指标 翻黑转弱 我们华兴科建议先买后 先卖后买 那不过今天 在华兴科 我们定价154到15 现股先卖之后 因为盘市下半场 就是一个震荡盘 那加上尾盘的时候 今天12点26分 跟会员朋友说 今天因为有MSCI 季度调整生效因素 来做干扰 尾盘个股 可能会不这样 不容易 会容易说 不按牌理来做出牌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现龙老师 早盘我们均价 是卖在154.5 那当时市价 也在154.5 就在成本附近 就建议大家先买回来 先收回资金 明天再来继续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你看到这就现龙老师 每天操作的内容 每天观察盘市 选出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那有赚没赚 我们当天进 一定都当天出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这样才能够帮助大家 把风险控制在最小 今天虽然没有赚钱 但是我们也没有 让会员朋友伤到 对不对 不会说股票放在那里 凹在那里 害了会员朋友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随时又可以掌握赚钱机会 那这个今天没有赚 没关系 等到我们找到机会 这个地方有攻击盘 像当时郁金光 跌到180几块 发现大户在压低进货了 短线动能指标 转强讯号出来了 我们就做个短线的 先买后卖 对不对 抢个反弹 182.5买进 拉高上去 目标达正 192.5卖出 一个小时左右时间 十块钱的价差 就这样赚起来了 假设一百万来做操作 做个六仓 那一天快乐的当充足 一天就帮自己加薪多少 加薪个60张 这个加薪个60张小朋友 有没有 加薪个六万块左右 一天哦 好贪起来 那你说没有行情了 没关系啊 没有行情 整理盘有整理盘的做法 像上个 像这个月 玉金光 那时候 当利多开始频传 说这个第一季 已经转亏为盈了 还有著名的外资分析师 在点名的时候 我说不对 短线有大幅在拉高出货了 动能指标出现转弱讯号了 所以那时候就该怎样 先卖后买 好那时候我们这地方 建议大家377先卖 平均 那后来股价掉到最低365 我们369的时候通知大家买回来 对不对 这样子也是8块钱的价差 假设100万做个三张就好 快乐的当充足 那天也帮自己加薪个2万多块 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美食 对不对 美食那天也是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104卖100块把它买回来 这样也是4块钱的价差 假设100万操作个10张也是4万块 上个礼拜环球金有没有 这个也是先卖后买 308先卖一趟 尾盘302.5买回来 也是5块半的价差 假设100万操作个4张也是2万多 躺开来 上礼拜五还有个上礼拜四还有个国具 对不对 也是小赚个2块半到3块的价差 也是先卖后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说的 当冲的好处 有没有依据盘式结构 攻击盘我们做短多 没有攻击机会 大盘在整理 我们就做短空 选出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稳扎稳打的赢家 那甚至很多人想问 那县荣老师怎么去判断当天的盘式 该做短多先买 还是该做短空先卖 怎么去选出适合短多先买 会是先卖的股票 什么样状况适合顺势操作 什么样的状况适合反市场操作 怎么样去确认那个转折的出手时机 这个部分想学的 县荣老师在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当中 都有在利用实战班例 来跟大家探讨来做分享 这个礼拜最新的实战教学 都已经分享给大家 这礼拜到下礼拜都可以收看 会员朋友都可以这地方来进来 当然我要强调 这不是为了要赚会员朋友的钱 我没有额外多跟会员朋友收一毛钱 那只要是一年期的会员 都可以有个人的专注账号密码 我只希望会员朋友学会这些之后 有交易日不但跟着县荣老师赚到了钱 更学会县荣老师看盘的技巧 看盘的经验 有交易日你可以用这些技巧 能够这地方掌握到更多赚钱的机会 让你自己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就是县荣老师最大的心愿了 那如果说想要这地方深入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顾好看 我能够在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获电02-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头顾高标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最近很多投資朋友 在來找憲榮老師 想要詢問憲榮老師的 極品操盤團隊 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的時候 那每一位新加入的會員 憲榮老師都可以幫大家 做一個持股的診斷 看看你手上股票 哪一些該留 哪一些要趕快收回資金 那就發現 有好多位的一個投資朋友 這地方現在手上股票 哇 這個地方可能八檔十檔 結果套牢了一缸子在那裡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我相信現在很多投資朋友都這樣 這個行情在歷史的高檔 反而買了一大堆的股票在那裡 以為自己在分散風險 卻不知道其實這才是 風險最大的一個這個地方 這個行情在歷史高檔 很多產業又面臨的長線結構大調整 你在這裡才買一堆的股票 這叫分散風險嗎 那是在把你的風險擴大 所以怎麼辦呢 孫子兵法說 兵費貴一多也 唯武武盡 足以並立料敵 取人而已 股市如戰場 當大盤現在在歷史的高檔 而長線轉空危機 仍未化解之下 重點是很多產業 面臨了長線結構大調整 你會看到這裡真的 就像我在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你現在才要買股票爆波段 七八千點我叫你拼大的時候 都不聽對不對 現在才來買股票爆波段 你會發現賺錢很難就算了 風險還很大 大盤也不過跌個八百點而已 股票很多 有人在這個地方套牢兩成三成 對不對 那未來大盤再跌下去呢 你會怎麼辦 所以我才會說 那這裡為什麼要採取當沖作戰 那因為以前當沖 很多人覺得手續費啊 這個證交稅啦 這個成本高 可是現在政府針對現股當沖 幫你把交易稅減半了 而這個券商又針對當沖戶 因為你交易金額夠高 自然會給你比較多的折扣 或者所謂的退佣 所以很多人說 匡靠當沖不要講賺到多少價差 光退佣一個月下來 也是一筆不錯的一個收入耶 所以現在的這個 現股當沖 強調要用現股當沖 交易成本 反而能夠讓你大幅度降低 那重點是有策略 有方法的當沖 就可以用最小的風險 不是說沒有風險 但我們把風險壓到最低了 讓你能夠發揮巨砂乘塔效果 快速累積財富 所以我們的快打當沖作戰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亂射飛鏢 我們每天每天最多最多 就兩檔個股 給你快打當沖建議 會清楚的告訴你 要先買還是先賣 清楚的告訴你 進場價位 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定在哪裡 每天 憲榮老師幫你看盤 價位到了 老師用簡訊提醒你 沒有到需要做調整 一定也會幫你 當天代盡一定當天就代出 絕對不叫你熬單 絕對不讓你賠大城 所以有攻擊機會 像玉金光對不對 今年我們最大一筆獲利 這個10塊錢的價差 100萬做個6張 一天就賺個6萬塊進來 整理盤 我們也有整理盤的先做法 先賣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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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看到一樣能賺錢 而你需要做的 只是跟著憲榮老師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早盤下個單 尾盤 聽到憲榮老師的指令 獲利入袋 就可以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加薪了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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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加薪的 隨時都歡迎大家 來見指名加入 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